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日本考虑部署远程导弹对抗中共 美国会参议员推法案 禁止中共国企购买美国农地 反助大选 川普可能公开搜查监控录像 钟南三说 无约可预防新冠 引发热议 闻到死亡气息 西藏上空大量托鹰盘船 北京市民银行外带牌长龙提宴 风向不对 继司马南之后 孔庆东亦被禁言 韩国乐天全面撤出中国 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日本考虑部署远程导弹对抗中共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正考虑部署一千枚远程巡航导弹 以增强对中共的反击能力 这些导弹将现有武器的改进 将射程从一百公里扩大到一千公里 独卖新闻说 这些导弹将被部署在西南九州地区 以及日本西南海域靠近台湾的小岛上 由船舰或战机发射 而且还将进行升级 令日本现有的舰艇和飞机可以发射新的导弹 而这些导弹可以打击陆上目标 报道说 该计划是日本试图缩势和中国导弹能力差距的一部分 同时亦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日本想通过修宪增强它军事能力的计划 正是受到全球关注 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 并采取更为自信的战略 但日本没有部署远程导弹 这是日本对打击外国领土目标的武器限制之一 日本自卫队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每一次的变化都与国际间的重大事件关联 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连连上仗 不断创下纪录 今年6月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发表的分析文章 提及日本现在所处的不安周边环境 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发展核武器 另外根据美国的亚太战略 美国正是将中共视为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 日本强军符合这个战略的需求 美国会参议员推法案 禁止中共国企购买美国农地 美国南达州联邦参议员朗茲 日前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 禁止这些国家的个人和实体投资 购买或获得美国的农田或农业相关企业 朗茲在17日提出一项法案 声明说 保护美国农田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这项收购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因为它允许中共密切监控一个非常重要军事设施的行动和通讯 朗茲指的是中国霍峰集团购买北达科他居民的土地 而这片土地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只是约20分钟车程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是美国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所在地 也是新的太空网络中心 朗茲发推文强调说 该法案将阻止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 在美国购买农田和农业企业 反助大选 川普可能公布搜查监控录像 自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集搜查 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私人住所的行动以来 要求川普公开海湖庄园监控录像的呼声一直持续 美国各大媒体也在要求法官 公布FBI获得搜查令所提交的宣誓书 川普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川普的耳朵埃里克在电视节目中露面那时说 海湖庄园对FBI搜查那时的监控录像将在正确的时间发布 CNN报道说川普的盟友都在呼吁公开这段录像 暗示他或者可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广告中使用这些录音 这个可以有效地向美国人展示川普受到政治迫害的具体实例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段录像会显示什么 或者会不会为川普助选带来重大好处 而埃里克认为FBI特集本身已经反过来对川普起到积极作用 FBI在8月8日特集川普庄园的行动中 甚至要求关闭安全摄像头 遭到川普的律师拒绝 CNN报道说 关闭监控摄像头的要求是由司法部 反情报和出口管制负责人布拉特提出的 而与此同时 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 CNN和其他媒体希望美国地方法官莱恩·哈特 支持让美国司法部发布FBI为海湖庄园搜查令提交的宣誓书 美国媒体认为宣誓书的发布将有助公众确定 司法部是否有正当理由对前总统的家进行搜查 或是否是拜登政府对川普的仇杀的一部分 钟南山说 无药预防新冠引起热议 20日中共院士钟南山在一个医学会议上说 到目前为止 无一种药可预防新冠病毒引起舆论热议 网民就嘲讽钟南山说 不卖莲花清瘟啊?板蓝筋行不行?疫苗有无效啊? 中国新闻网报道说 钟南山在广州出席第18届国际诺病学大会当声称 直至目前 无一款药物被证实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用 暗示新冠疫情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而在之前 钟南山为国产药物莲花清瘟站台 声称该药对新冠病毒有益制作用 上海封城期间 政府可以不发菜、不发物资 但莲花清瘟必须派 居民收到好多莲花清瘟 误以为吃了该药可以预防感染 在20日下午 Hashtag钟南山称目前没有药能预防新冠的字据登上微博热手 大陆网民纷纷嘲讽钟南山说 不卖莲花清瘟啊?是不是莲花清瘟没续费? 除了莲花清瘟 钟南山还说过板南根对新冠病毒有效 所以也有网民讽刺说板南根行不行 还有网民质疑说 按照这个逻辑 新冠疫苗有没有预防效果? 更多网民哀叹 产业链发展起来 疫情没那么容易结束 海外推特上对钟南山也是一片叫麻声 中南坑丢出一个钟南山演戏 它只是党的一块抹布 用完之后一定会被丢弃 文道死亡气息 西藏上空大量秃鹰盘旋 西藏疫情相当严重 官方近日通报 每日新增幾百感染个案 遍布西藏各个地区 而随着游客返向又蔓延至全国各地 19日西藏某地居民区上空出现大量离咒盘旋 网民荆夫说 好得人怕 是否离咒闻到死亡的气息? 据官媒报道说 19日西藏全区新增本土确诊个案22宗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01宗 20日新增本土确诊个案2宗 无症状感染者219宗 西藏全区共有高风险区418个 中风险区232个 因为中共一贯掩盖疫情真相 当局公布的数字 无法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 只可做一个参考 但从目前西藏全域含入停顿 并在各地搭建大量荒仓来看 西藏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 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 在19日西藏某地居民区上空出现 大量秃鹰盘旋 网民说 一般秃鹰是闻到死亡气息才会大量出现 而西藏历来有天藏的传统 天藏就是人死后 将死者的尸体放在天藏台让秃鹰吃 天藏台一般都位于远离居民区的山 但在居民区出现那么多秃鹰就显得极不正常 据官媒在10日报道 西藏已经在拉萨市日下侧市 昌都市建成三间方仓医院 西藏历地区改側院也搭建了帐篷方仓医院 16日下午启动 17日晚8点正式投入运作 西藏林芝市也正建设方仓医院 北京市民银行外大排长龙提宴 19日下午 北京通州区某北京银行网点 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 原来是在当日 北京医保局一周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有关政策的通知出路 其中一项是在今年9月1日起 个人账户资金专款专用 参保人员不得自由之取的规定 让不少北京市民恐慌 据第一财经报道 记者19日下午 在北京银行多个网点见到 不少市民拿着北京衣保存接 在北京银行外排起长龙 有市场人士估计 这次通知将对北京银行 这笔沉淀资金产生较大影响 之前北京银行尚未明确披露 这个业务的规模 除了北京银行之外 北京农商行作为代理行 也可以做医保存接的账户查询和取现 但无法进行联卡转账等操作 记者在19日下午走访中发现 不少了解这个业务的居民为减少排队时间 转去北京农商行排队提现 风向不对 继斯马南之后 孔庆东也被禁言 中共大五毛司马南在美国买楼事件发酵 被全网封杀 微博被禁言 之后另一个无佐北大教授孔庆东的微博 也被禁言 网民疑惑 风向不对 下一个要禁言胡锡进? 旅居美国的网友爆料说 斯马南在2010年就在美国购买房产 持有人是她的妻儿 购买价格是五十八万三千七百美元 现在市值已经是过百万 斯马南有反美斗士之称 曾经直言 反美是工作 去美国是生活 被曝光在美国买屋后 舆论迅速发酵 在无法抵赖的事实面前 斯马南在18日被逼在微博公开承认自己在美国买屋 但声称全家都没住过 也没入籍美国 同为五毛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 就发微博为斯马南辩解 说在美国买个屋投过支 就不可以批评美国? 网民回应说 大家之所以群情洶涌 除了买屋之外 更多是因为他刻意隐瞒 而且公然说大话否认 斯马南的微博主页显示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斯马南的抖音和头条号也一度被禁言 估计官方是怕舆论发酵 所以压制丑闻 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在同一日 另一个大五毛北大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的微博也被禁言 孔庆东因为经常吹捧中共前党魁毛泽东 和极端仇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 被网民称为无佐 孔庆东都被禁言 令网民感到诧异 风向不对?下一个要禁言胡锡进? 据了解 孔庆东之前曾在微博发表过 反疫苗、反核酸言论 被指南德讲人话 斯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和吴发天 被大陆网民周奉为四大五毛 这四人还被评为中国十大恶心人物 韩国乐天全面撤出中国 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 韩国乐天集团在18号说 董事会在7月通过出售成都乐天白货的决议 关闭在华最后一家门店 乐天集团曾因杀德风波被中共报复 经营严重受挫陆续关闭门店 据韩联社报道 乐天集团目前公司正推进出售股权 收购方和细节尚未敲定 乐天集团在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 旗下乐天马达曾在中国开店超过100间 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 而乐天白货在2008年进入中国 在北京、天津、威海和成都等地开设门店 乐天集团在12年在上海成立乐天中国总部 在17年3月2日 集团因提供土地给韩国政府作为 撒得反导弹基地以抵御朝鲜的核威胁 遭到中共政府反对和报复 中共煽动民众抵制韩国企业乐天集团 大陆各地发起抵制乐天马达超市的行动 乐天集团因此陷入经营困境 在短短4个月 乐天是中国的112间卖场 就有87间被迫关闭 乐天马达中国门店在18年全部关闭 乐天集团相关人士说 去年底作出解散中国总部的决定 韩国SBS电视台对此报道说 乐天集团即将解散名存实亡的中国总部 终于不再迷戀中国市场 报道说 乐天集团全部撤出中国后 计划重心转向东南亚国家报局 今年第二季 乐天百货公司在越南有两间 在印尼有一间门市 乐天马特超市在印尼有49间 在越南有14间 虽然乐天因杀德风波退出中国市场 但中韩双方在部署杀德问题上仍然在角力 中韩两国外交部长8月9日 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谈后 双方对韩国部署杀德反导弹系统 再度出现争议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